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说 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尼的祷告 他要面对生命当中又大又难的征战 但是他透过祷告得着能力 预备好自己 祷告完 起来在交代这些门徒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命令 就是起来祷告 免得落入陷阱 掉到坑里面去 掉到仇敌撒旦 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试探 正说的时候 仇敌真的就来了 犹大带着大祭司和他的那些家人 那些仆人们就来了 要来抓耶稣了 而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一片混乱 你想想看 那边有人冲进来就要来抓耶稣 然后这边的门徒吓坏 说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 在那一片混乱当中 突然有一个人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 说那个人就是彼得 彼得拔出刀来 他讲说这里有两把刀 拔出刀来 然后就把大祭司那个仆人的耳朵 就给消下来了 哇 这一家儿见血了 我只出事了 你把人家耳朵给消下来 消掉了一个耳朵 而在这个时候 耶稣说 你真是忠心 你真是勇敢 你真是爱我 你保护我 没有 耶稣说 不可以这样做 收刀入敲 这个行动 耶稣一点都不赞许 虽然他的动机可能是好的 他的动机是要保护耶稣 他的动机是要对抗仇敌 但是 属灵的征战 不是用属世的武器 那把刀不会解决问题 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属灵的征战 要靠着圣灵来征战 不是用血气 出于血气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彼得 很勇敢 好勇敢 那个血气带来的能力 很勇敢 但是接下去 没过多久 他就三次不认主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你说什么 我不认识 你知道一个属肉体的 属血气的勇敢 来得快 去得也快 而且 这样一个属肉体的血气 人的这些愤怒 是不能够成就神的意 求主帮助我们 彼得在这个时候 做了一个好像 好像很勇敢的事 其实 那不是出于圣灵的 为什么他会做了这些 从血气来的一些事情 还给耶稣添乱 耶稣后来还得要去把 那个耳朵给治好 你不是给他添乱吗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可以在那个时候 做该做的事 不会因为血气发脾气了 做了那个将来会后悔的事 而彼得在血气里面 做了一个给耶稣添乱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 耶稣在祷告里面得着能力 而彼得睡着了 这就是耶稣提醒我们的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耶稣不迷惑 耶稣知道 这个时候 就算把大祭司 不要说耳朵砍 把他头砍掉了 都不会解决问题的 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而彼得搞不清楚状况 他睡得迷迷糊糊 起来一看 哇就拔起刀 那个根本不是在 圣灵的带领之下 所做的事 求主恩待我们 这就是耶稣提醒我们 不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求主帮助我们 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 上帝祝福你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撒旦的那个陷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